最近我打算找几个台球民间高手 组建一支潘晓婷台球战队 挑战全国各地的民间甘狼 有朋友给我推荐了两个高手 说他这两天要来我的俱乐部面试 我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 有准备的面试还叫面试吗 面试不就图个措手不计吗 今天咱们分工合作 选手的水平我来批管测试 但战队的名字嘛 拜托大家咯 走吧 听见 今天的选手什么来头 今天的第一个选手 台球教练宋小雷 北方城市积分联赛冠军 92年的小伙子 看照片 听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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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找我 你好老板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边打台球最好的教练是谁 这边有一个凡函教练吧 行行 我要跟他学一下球 你好 女孩子 长得好漂亮 但是你们这边不是有一位 拿过冠军的教练吗 叫宋小雷 宋小雷教练在里面 在里面 在教球看起来 很专业 很认真 老板 你帮我把他隔壁的那张台给开了吧 可以 但是他过去上能带你 教的学员有点多 我有的是办法 咱们准备过去吧 全军 听见 听见 变装 啥 变装 变装 你带了吗 呃 没带 没带 那我告诉你带了吗 先手用力20公分 然后后手垂直呢 他也不能歪啊 就这样 然后再运杆 一 二 保持后手姿势啊 然后运杆 一 二 三 哎 拉杆 这根有点不太直 四四号呢 全军出击 我觉得吧 你那个初杆的瞄准点啊 一定要关注在白秀的这个位置 运杆的节奏一定要对 初杆点跟瞄准点一致 球肯定会进 你是干什么 我在这教的好好的 你来干什么 啊 我我也是教台球的 我在听谁的 我早看你不是来打球的 你要觉得我教的有问题 那我们去旁边打一个 好吧 啊打一个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我们谁谁打的好坏 谁教的好坏 刚才看得出来的 正如 嗯 行那打吧 怎么打起来 我们就打这张台吧 三你两胜 嗯 但是我们不能白打啊 你要是输了一情况下 你去门口口抓一圈圈进来 我要输了的话 我随便都给你 这么看不起我 Round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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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1 1 3 是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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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召集中 这球组不错 够是闹了 你哪边的 哎呀输了吧 哈哈哈 雷特再抢个长局怎么样 短局偶然 还有再抢长局的必要吗 啊 挺姐 我我是过来问你要不要加入我的战队 好 等等 跟我了解的不一样 您不是拒绝我了吗 没有啊我是要亲自上门面试 你跟我一起全国巡回踢馆 愿意啊 愿意啊 那我们欢迎宋小雷加入我的战队 挖地挖地